哥布林杀手,算得上是今年10月番中的一部黑马动漫了。 或许有不少人刚开始难以接受这部动漫的黑暗风格,但是,当大家习惯之后,就会发现这是一部很优秀的动漫。 哥沙座为此番的主角,观众对她的关注度也注定不会少。 看完八集的剧情之后, 大家是否发现哥沙的实力并不是非常强,除了体力以及格斗术以外, 似乎没有什么可以拿得出手的,那么为何哥沙每次都是削? 灭哥布林部队呢? 在哥沙每次到了绝境的时候,她的眼睛就会泛起红光,然。 后她就像满状态复活一样。 原本已为这是哥沙的一个技能,但是细心想一下,或许这 道红光仅仅是代表哥沙讨伐哥布林的决心而已。 是哥沙的一种信仰精神而已,而这种决心可以让哥沙处于 一种回光返照的状态。 平时的哥沙都是跟哥布林小兵对战,而哥沙也没有展现出 一种碾压的情形。 稍微遇到比较强劲的敌人,哥沙就有种处于烈士的感觉。 比如前几集中出现的巨魔,它可以轻松打败哥沙,甚至打 残哥沙。 而哥沙打败巨魔的方法是靠着卷轴,这就侧面说明了哥沙。 本身的实力并不强大。 除了自身有着不错体术以及格斗术以外,哥沙能打败哥布林的重要原因就是 运气、智慧、毅力、智慧是能够在哥沙身上完美体现出来的,哥沙也说过。 想象力就是武器,没有想象力的人会先死。 从转移卷轴事件到利用各种技能来配合讨伐哥布林布。 对。 这些事情都能说明哥沙是一个很有智慧,很有想象力的人,所以他能剿灭哥布林部队是有一定说服力的。 幸运在哥沙身上代表的意思更多的是做准备,哥沙活。 这的意义就是剿灭所有的哥布林。 所以只要是关于讨伐哥布林的情报哥沙都会收集起来,不。 管这些情报是否有用。 哥沙获取情报的方法就是跟不同的人进行交谈,比如。 在小贩中得到把水变冰凉的方法,从矿工中知道金丝雀的另一种能力,从矿工中得到利用面粉可以进行大范围爆炸的方法等等。 所以幸运是眷顾有准备的人这句话是对的,而哥沙就是依各有准备的人,所以哥沙得到幸运女神的眷顾。 不过在第八集的剧情中,哥沙可以说是靠着主角光环,而复活了,当然这种光环观众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原本哥沙被哥布林英雄打得离死就差一步了,然而因为女神官的存在,所以哥沙靠着神迹苏生而满状态复活。 他又可以继续去讨伐哥布林了,哥沙也得到女神官以及剑之圣女的清心。 在哥布林杀手中,论毅力的话,是没有人能够比得上哥沙的。 哥沙单单靠着讨伐哥布林就上升到赢等级,这是一个非常罕见的存在,而毅力就是哥沙的唯一优势。 当能力不足时,只有专注做某一件事情,才会获得成功的可能性,所以哥沙是一个不得不让人佩服的角色。 虽然哥沙为了剿灭哥布林可以不择手段,不顾一切,但是,细心的观众会发现哥沙并不是一个莽夫。 哥沙每次讨伐哥布林前都会观察好周围环境确保自身的安权,每次讨伐哥布林时都会做出两手准备的。 比如,在对大眼怪进行爆炸攻击前,哥沙会想出道报,炸失败后该怎么打败大眼怪。 所以说,虽然哥沙自身实力不强,但他有幸运、智、会、毅力这三种能力,所以哥沙可以每次都能剿灭。 哥布林部队 哥布林杀手,算得上是今年十月番中的一部黑马动漫了。 或许有不少人刚开始难以接受这部动漫的黑暗风格,但是,当大家习惯之后,就会发现这是一部很优秀的动漫。 哥沙座为此番的主角,观众对他的关注度也注定不会少。看完八集的剧情之后, 大家是否发现哥沙的实力并不是非常强,除了体力以及哥斗术以外。 似乎没有什么可以拿得出手的,那么为何哥沙每次都是肖,灭哥布林部队呢? 在哥沙每次到了绝境的时候,他的眼睛就会泛起红光,然。后他就像满状态复活一样。 原本以为这是哥沙的一个技能,但是细心想一下,或许这, 道红光仅仅是代表哥沙讨伐哥布林的决心而已。 是哥沙的一种信仰精神而已,而这种决心可以让哥沙处于 一种回光返照的状态。 平时的哥沙都是跟哥布林小兵对战,而哥沙也没有展现出 一种碾压的情形。 稍微遇到比较强劲的敌人,哥沙就有种处于劣势的感觉。 比如前几集中出现的巨魔,他可以轻松打败哥沙,甚至打 残哥沙。 而哥沙打败巨魔的方法是靠着卷轴,这就侧面说明了哥沙。 本身的实力并不强大。 除了自身有着不错体术以及格斗术以外,哥沙能打败哥布林的重要原因就是 运气、智慧、毅力、智慧是能够在哥沙身上完美体现出来的,哥沙也说过。 想象力就是武器,没有想象力的人会先死。 从转移卷轴事件到利用各种技能来配合讨伐哥布林部,对。 这些事情都能说明哥沙是一个很有智慧,很有想象力的人,所以他能剿灭哥布林部队是有一定说服力的。 幸运在哥沙身上代表的意思更多的是做准备,哥沙活。 这的意义就是剿灭所有的哥布林。 所以只要是关于讨伐哥布林的情报哥沙都会收集起来,不! 管这些情报是否有用。 割杀或取情报的方法就是跟不同的人进行交谈,比如 在小贩中得到把水变冰凉的方法,从矿工中知道金丝雀的。 另一种能力,从矿工中得到利用面粉可以进行大范围爆炸的方法等等。 所以幸运是眷顾有准备的人这句话是对的,而哥沙就是依。 各有准备的人,所以哥沙得到幸运女神的眷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